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省向PW 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省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多谢大家 今节亦是我们正向时事多合逼的时间 但第一条新闻来自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 就是比较细族化的土耳其 近日关于英国准备在土耳其建立阿富汗难民中心的消息 好像也是很响 英国在土耳其建立阿富汗难民中心吗? 为什么不在英国建立? 他们有一个理论 因为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大家很相处一些 其实这个建议当时赘利阿难民都有提到的 你记住,他们是比较和我们文化相近一些 但是土耳其政府强烈抗议 国内也讨论是十分热烈的 虽然英国国防大臣华来士否认上述说法 但是这件事再次把阿富汗难民的问题的严重性 以及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东西暴露了出来的 随着美国匆忙从阿富汗撤军 今天还有一宗蹦蹦蹦案件 亦是一件人间惨剧 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多变 阿富汗当局当然很担心 因为长期的政治腐败 还有一些极端分子的活动 以及经济的落后 令大量的阿富汗人 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亦都催生了大量的阿富汗人要远走他方 加上近期局势 还有就是 今天早上那件这么惨的事 有波罗 有报导说 截止到2020年 年底阿富汗境内 就已经有290万人无家可归 这个数字今年还会增加55万 美国媒体之前亦都报导 大概有7万名为美国做过市的阿富汗人 和家属要撤离 英国、欧盟国家 和其他盟友 亦都为了阻止阿富汗难民涌入欧洲 将主义打到了 和欧亚大陆连接的 叫做欧洲门妹的土耳其 土耳其是有少少地方在欧洲的 多个西方国家 或名或暗的 表达了把阿富汗难民 引入土耳其或其他国家 但就不要入欧盟 麻烦是这样 其实好像不是很负责任 因为 你搞出来的是苏州K 对啊 唉 英国大臣 刚才说的那位华来士 曾经接受过英国报纸访问 他说 我们计划在阿富汗之外的国家建立难民中心 接纳从塔利班管治地区 逃难出来的人民 之后被被死 还有卫捕 等等的英国媒体 亦都说 国防大臣正在评估是否会在巴基斯坦或 或者土耳其正这些中心 这则新闻 随即 被这个土耳其辟谣 嗯 昨天 土耳其的外交部重申一件事就是 关于英国计划在土耳其建立 难民中心的说法 是假的 到今时今日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向土耳其正式提出 这类型的申请 嗯 即使哪个国家提出这类型的申请 不好意思 土耳其一概不接受 土耳其的担心并非 风月来风 月初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 就为那些服务过美国 而且满足特定条件的 几千名阿富汗难民 发布了一份 难民接纳计划 救生艇计划 他们真是救生艇 但是 都不多 所以香港的傻子不要想太多 哎呀救我们呀 拜登 彩你也有味 人家这么惨 还有这些 波罗事件 都没收 救我们呀 梁仲恒 梁继平 傻傻地 你们可能得到 说真的 你们这两个投资人物来的 西方 拿来 生招牌 对了 你们有机会得到 但其他所谓的手组 不好意思 自己顾自己 拜拜 另外 我们看到 美国也有 政界的人士 就说 不如这样吧 将土耳其难民一部分 首先转移到土耳其 在内的 第3国 其实 这班 阿富汗的难民 他们会熟悉一些 大家都是穆斯林国家 没事的 你的话没事了 难民营你不去 撑你 他们就说 在这些国家停留 一年或者一年半 再看看他们将来去哪里 为什么你不直接接他们去美国 他帮过你们做事 好像不是很负责任 美国的官员也说 的的确确 曾经要求 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 之间的边境 希望保持开放 人家巴基斯坦肯不肯 而且 亦想 伊朗 和土耳其的边境 保持开放 你敢对伊朗 你说他肯不肯 不会 制裁我这么多年 你现在叫我接受难民 不是吧 用脑想想也知道 用海鲜想想也知道 伊朗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都比较靠谱 你说伊朗 不是吧 你好像痴心忘脏了一点 不会理你 还有 7月底的时候 奥地利总理 富尔茨已经对欧盟 作出一个警告 就说 随着美军撤离 新一轮的阿富汗难民潮 一定会 涌现 富尔茨还说 如果这些人 不得不逃难的话 这样 他们有机会去到 奥地利 德国 或者瑞典 我们认为 土耳其这些轮角 可能就是他们最好 而且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大家都是穆斯林国家 不如先送他们去土耳其 富尔茨还说 不好意思 我任内 是不会同意 奥地利接收更多的难民 土耳其 处于阿富汗 难民 通往欧洲的必经之路 又是20国集团的成员 新兴经济体 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 代替自身 接纳难民的最佳自选 部份西方国家 在政府和媒体 不同层面 将土耳其 脱窩 将土耳其变成脱窩队长 那里好啊 你以为那里会是个天堂 不是 土耳其人权状况都一样 当然你可以说 奥巴亚富汗 是 他一定是这样说 而且 哎呀你也是穆斯林国家嘛 那这样就容易适应了 对不对 你们当然这么说 其实也体现了 西方国家 在阿富汗问题上的 推毁和逃避 以至 大马帅说得对 对于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 强行向土耳其 推送难民 土耳其政府 已经展示出强硬的 姿态 土耳其外交部 亦都再发声明 话发了几次声明 就说 美国国务院在8月2日发表的难民 接纳计划 将导致新的移民危机 土耳其 不接受美方 在不征求 土耳其 意见的情况下 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 土耳其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 美国方面 不着眼于地区 国家之间 寻找解决方案 反而 企图违背 土耳其方面的意愿 将难民引入土耳其 这个做法没办法接受 近七年来 土耳其接纳难民是世界最多的 因为很多难民都是来自 伊斯兰世界 土耳其就比较 细族化 人们开通 所以就推了过去 但也是不对的 我不是说土耳其有义务去接受 土耳其也说 我们 已经无力承受新一轮的危机了 如果美方 想要接收这批阿富汗人 那就麻烦你 自己派飞机去接 送到美国 土耳其 绝对不会再 承担第三国的国际义务 任何国家都不要抱有 有一个幻想 就是将 难民全部推给土耳其 亦都不要希望我们 大量地开放边境 这么说 土耳其的发言人 亦都对于欧盟的言论 觉得十分惊讶 他就说 我 和 奥地利总理的 想法 是不一样的 土耳其 虽然 轮近阿富汗 但是不要忘记 土耳其不是欧盟的 边境开门人 亦都不是 难民的大本影 这样对 人道理由行不行 放下手 人道理由就叫西方 西方 西方这么远 西方这么远 你这么近 怎样都要 召开少许 我想他会召开少许 现在可能会召开少许 因为之前土耳其 是 拿了德国一些钱 真的做了一些 难民营 所以 看一看 但是我觉得 脱磋也脱不了多少 真心比说 脱磋也脱不了多少 你要看一看 土耳其 敘利亚已经接收了很多难民 有一大批 行不行 当然我们回答不了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现在的态度就是 不要搞我 你自己搞出来的苏州基 自己搞得好 也对 如果好像 在边境有什么 不好的事发生 压力又回到土耳其 你看 你不开放边境 你看多少人多惨 没了生命 你还不收 现在西方就是这样 西方就是这样 他刚才 外交部发言人也是这样说 舆论压力就丢回土耳其 始终西方是控制了世界舆论 对吗 所以 真的有点难 我觉得 最后他会收一些 但是 西方 一定要付出大量的 金钱 不要说金钱 物资 不要说那么热气 这是第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 就来自 南韩 南韩什么事呢 投诉 不单止投诉 他还 召见日本的公司 什么事呢 就是日本 公布核废水 排放的计划 前日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已经决定 建造一条海底隧道 我之前前报说过 大概一公里 就是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 核废水排入大海 他们的理由 现在就建造了一条管 远一点 稀释到 这么说 南韩外交报 昨天 亦做了一件事 就是召见日本 日本驻韩大使 管 政务公司 林盛 就东京电力公司发布的 福岛核废水 排放计划 深表 很遗憾 我有一支节目说 其实它是可以 告到日本 脱负 而且可以大量 撒偿 昨天 南韩外交部 气候环境科学 外交局局长 李同归 其实召见了 日本驻南韩大使 政务公司 林盛 李同归重申一件事就是 韩方坚决反对 日本政府 今年4月13日作出 将福岛核废水 排入大海的决定 他就强调 日方就福岛核废水 处理问题 应该跟韩方 进行 充分沟通 以及向韩方 提供相关信息的重要性 并且 韩国的国民 深感忧虑 还要求日本 尽快设立 日韩协调机制 详细讨论 如何解决 这些核废水问题 中国方面 其实也是有回应的 在北京时间 昨天 召开的中国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先生说 日方先前不顾 国内国外的 质疑和反对 没错 他们国内也有人质疑 就作出 核废水 排入大海 这个错误决定 现在真是错上加错 不断推进相关的政策 以及 一些 准备 事行 这个说明了 日方完全 没办法解决 各方关切的诚意 中方 敦促日方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 以及周边国家 还有 日本本国 民众的 呼吁 立即撤销 错误的决定 里行英俊的国际义务 在与各方 商量 和协调之下 解决问题 如果 未达成一致协调 之前 不得擅自 启动 核污水排放大海的计划 我认为汪文斌先生的人也比较好 日本怎会这样做 日本人也有味 他打算是这样 不理那么多 射入海 对 射得满 入海 第2则新闻 第3则新闻来自德国 德国大选进入倒数的一个月 大概一年之前 有一位人兴 就是叫 蕭尔茨 这位人兴 社民党提名为 总理的候选人 当时没有人想到 这个磨碌是什么人 不认识他 结果 现在 他就是德国民意支持率 最高的总理候选人 嗯 根据德国 民调机构 Forsa 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已经升到 23% 基民民 就是22% 基民民就是 默克尔的政党 这个就是社民党支持率 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 基民民 嗯 而前几天 德国电视台 一号台 发布了 民调亦显示 社民党 就是紧随着基民民 因为 德国电视台这个是早一点的 是上星期的 但是 这个 德国 民调机构 Forsa 是这个星期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最新 那个民调应该是准备的 不过我们看到 各政党的候选人 支持率方面 的的确确 这个肖尔词 也是最高的 嗯 个人来说他也是最高的 而且 还是领先于 基民民的 被誉为 默克尔接班人的 拉赛特 拉赛特 只有16% 六党候选人 那位女士 又是默克尔接班人 因为她是女人 这位女士 贝尔伯克是12% 但是肖尔词居然41% 很厉害 想不到 相互怨 是的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这样 现任 德国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词 将成为 德国总理 可能 可能性 大大增加 肖尔词今年 13岁 从政经验都挺丰富的 曾经 担任汉保市第一市长 2018年 联盟党和社民党 就建立 大联合政府 肖尔词 出任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疫情期间 肖尔词力推德国 联邦政府出台 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 财政计划 所以博得民众的好感 今年4月 绿党推举 这个党双主席之一的 贝尔伯克 成为 总理候选人 打算借助 这个绿党 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引起关注 及吸引年轻人的选票 绿党支持率 一直向上升 甚至超过联盟党的经文文 密克尔的政党 大家都在想 会不会有第二位 女总理出来 结果 我发现了 他 论文是抄袭 是的 是的 所以声势大下跌了 现在这位 肖尔词 也很有机会了 也挺好 他一直在政府做的 直接上台会不会好些呢 即是由副手变成 大哥的话 大哥的话可能会好些 我觉得这样反而 比这个绿党人轻 应该说女士 直接上台会好些 因为绿党也很阻碍 太阻碍不行 而且一个国家 的政策不只是应对 全球暖化 还有很多 很多 绿党也是 跟西方跟得很厉害的 本来 德国和美国 都有一定差距 我只是 政策上 不会死跟美国 但绿党 亦是 大力地谴责 中国 有新疆 的一些事情 人权问题 没错 就是 有 强迫努动 还有就是种族灭绝 这些 这些 也有点 静棍feel 没错 这人也挺静棍的 这是第三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 美国 一名曾经在亚马逊和微远 担任高级主管的华盛顿男子 他 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就是 倒假 他居然是偽造文书 向联邦政府申请2020年因为 新冠 疫情而推出的 新资保护 贷款项目 非法获得 其实非法获得 也挺多钱的 非法获得180万 美金 嗯 今日判刑 就判囚两年 其实这个人很厉害 你想想在亚马逊和微远做到高层 肯定不差 嗯 司法部的新闻稿就说 家里住在华盛顿州的这位人兄 贷款诈骗行为 其实在2020年7月间已经被查出 当时这位人兄 就叫做 莫罕 他在申请联邦纾困贷款时 提供 造假的 税单 还有人事资料 就说自己 大约就年薪 20万美金 在加拿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工作的 手下就有几十名员工 所以 申请了 8件 合计金额 550万美金的纾困贷款 其中 5件获批 所以就有180万美金 联邦调查人员就发现 这位莫罕 声称的公司根本不存在 一个员工都没有 最后 就以 诈骗罪 以及 使卡拉钱罪 起诉他 他认罪 但这个人是聪明的 需要这样吗 对 这个人就像香港的那位 傑斯 把压到的钱 用来炒股 何必呢 现在 当然要还 180万美金 还要加10万 罚款 不知道为什麽 这位莫汉 稼稼 稼稼一点工作就好 是的 而且他的水平 他的水平 应该不知道赚到180万美金 因为他现在坐了两年 他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 担任微远的 主任工程师 也挺厉害的 2016年到2018年间 就负责亚马逊 制造管理部的主任 这个也很厉害的 律师就说 哎呀他没有 前科的 看到联邦 调查完到他家的时候 他害怕到 当场暈了在这里 那又做 这不是理由 是的 暈了在这里就可以了 哈哈哈 所以 傻子太傻了 你这麽有前途 两家世界巨企造工的人 而且还在做高层 哎呀 还有你做这些 关于电子商务 这些东西是可以在家里做工的 是吧 所以 我觉得太贪心了 这个人太贪心了 贪钱 是的 我觉得很不值得了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